好,那我是中正大學國立中正大學一切工程學系的柏惟倫同學 那我是教代表中正大學的發表持續感言 那就是當時我們參加這個比賽呢 就是用意其實不是為了比賽 其實我們有一個夢想,就是想要做一台Jane Bomer 電子金剛 那就是因為我們都不知道要如何開始活動 也不知道要怎麼開始製作 那想說有個機會參加這個活動 就是可以從中學習到無到有要怎麼製作 那就是這製作過程中呢 我們學習到很多的經驗 就是因為我們平常在上課呢 就是都只學一些理論的東西 就是沒有實作的經驗 那就是利用這次實作的經驗呢 我們也就是知道我們所學的東西 能利用到實作上面 就是非常可貴的經驗 那在製作之前呢 我們一開始討論就是 我們想要用四隻腳的機器人 就一方面討論到就是 要移動迅速、方便、穩定 但是有一次開會呢 老師是找我們過去 他說 他覺得我們能力不只如此 就是可以做兩隻腳的機器人 那就是俗話說 先佛日式 佛熱式千里馬 就是老師也 可以發現我們自己發現不到的前提 我們就覺得 就討論之後 我們覺得想一想 兩隻腳而已嘛也沒什麼 所以我們平常都在走路啊 做出來應該不是很困難 就 殊不知 等到製作之後 才發現 哇 原來人的兩隻腳是這麼的複雜 就是 所跨出的每一步 該如何改變重心 轉彎 然後跨出的一大一腳步 都是非常的奧秘 就是 不是可以隨便輕易模仿的 就等到我們製作出這台機器的時候呢 我們覺得這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重大的突破了 那在過程中 我們大概 前後經歷了大概半年多的時間 一開始我們在課餘的時間 就是利用課餘的時間到咖啡店去討論一些雛行 然後等到雛行出來之後呢 我們決定把重心放在課業 等到暑假的時候一併把它完成 那暑假到了之後 我們就是全心全意的把心力投入在這裡 然後整天在AI實驗室裡 就找出晚歸 每天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 思考加工與測試 那所碰到的問題也非常的多 那就是 還好有我們這個 就是 強大團隊 然後在討論到 每個問題都能 依而贏而解 所以我們來說也是非常的幸運的 那 其實要分享一些我們在比賽的過程 那我們也看到很多 就是 學校製作出來的機器人都非常創意 就令我們真的大開眼界 那 就是我們覺得 普通大學呢 跟科技大學 就是在設計製作上 應該是沒有什麼隔閡的 就每位同學都是對 機械部有非常大的熱誠 那將來就是 希望在第一配大賽之中 可以看到更多大學生的爭議 那 最後要感謝各級長官 各位老師的贊助與支持 然後也要感謝我們 執照教授 黃宥威老師 就是這一段 辛苦 附出犧牲的時間 與精神 一路陪伴我們 讓我們有這麼好的誠心 那 也要感謝就是 一路互相扶持的夥伴們 就謝謝你們 就讓我有這麼美好的一個合力 謝謝